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废话请你好 还是上这来 有一天 我和室友一起去现场看《非诚勿扰》 这时候爸爸来电话 闺女 干嘛呢 我 我准备去电视台看孟爷爷 什么 每封心里都没有我 爸爸平时怎么教育你的 你怎么能干这么危险的事情 看《非诚勿扰》有什么危险 会爸爸你是否有假设过 未来的他的男朋友 应该是比他年长的 还是比他差不多的 还是比他年年幼的 还在能照顾他的 都可以 能照顾人不分大小 小也能照顾 大也能照顾 对吧 这个年纪不关 看到孟姆老师这样 我是最开心的了